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别这么说 铁把钥匙 你稍候 小青 你还是先别走了 杨南去找常局长了 也许情况还会有改变的 决定的事情不可能改变了 我会常去看你的 我会常去看你的 对 咱们调换个部门 然后杨南 你当过兵了解部队 部队里泄密者是怎么处理的 宋焦军是法庭 那要在战争年代呢 现在是和平年代 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 机构改革就是一场战争 要是在战争年代 对这种泄密者的处理 是就地枪决 小青 都怪我一时成斗 我说客友 你别产生心理障碍 常局长不是说了吗 第三方案才算数 只要努力工作 我想你会留在机关的 客友 我走了 给我打电话 我天天都等你 再一次 长计长 你今天这儿可真够热闹的啊 我已经通知范晓卿停职了 薛灵也要负责一定的连带责任 咱们回头开个会研究一下 怎么处理 好 我一上班就想来找你 看你这人来人往的 你看看这个 贷款一项书 对 我已经填好了 你是法人代表吗 你签个字盖个章 其他事情我会去办的 贷款五千万 这么大的事 怎么也不商量一下 这不正和你商量吗 那我就直言不讳地 发表意见了 首先我不同意贷款 另外 这个字我也不能签 孟局长 你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 咱们局目前的中心工作 是机构改革 你和我 咱们都有留下来和分出去的可能 这个9801工程 非同寻常 我没有驾驭的能力 当然 我的意思是 把这个问题 留给机构改革之后的 新的领导班子 我想他们会做出一个 明智的决策 这就是 这就是 你 不许多 这就是 宪宫 刘宫 也就是 如果瞧不踏 那些领导干部 说不定到现在 还发号施令呢 这个9801工程 跟红桥有什么关系啊 9801工程迅速上马 年创两个亿 一郡遮白丑嘛 如果下马的话 我们国家就要赔偿损失了 这个责任由我来负 当初选项的时候 头脑发热 只看到了经济效应 而忽视了环保 我甚至想过要引咎辞职 长局长 辞职是小事 弄不好可要坐牢啊 这个 9801工程下马的话 如同红桥坍塌时间 许多问题都会暴露出来 比如说 账目混乱 不必要的开支 五花八门啊 其中有一项 直接牵扯到长局长啊 这项工程的中方代理人是你 美方代理人是米勒先生 你们的账目来往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咱们这个9801工程的土建承包商是莫经理 这个莫经理为了达到承包的目的 把长宽列为他的名义职工 每月都发放工资 而且包揽了他所有娱乐项目的费用 蒋章工程的土建承包商 不再在这儿 他咱们这儿 都可能然是 也不能再占 都不相当 检查 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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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多少 老莫 长局长来了 长局长可把您给判来了 我跟你说长局长 我可已经是身无隔夜梁了 是吗 您瞧瞧 这砖 这水泥 还有这钢筋 我可都是奢来的 现在天天要账的人 踢破了我的门 人家都把我高到法院了 我是有家难回 我天天躲在这个破地方 您说长局长 您要是再不给我拨款子 我可要吃耗子药了 不至于吧 真的 老莫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长宽是怎么回事 朋友啊 你这岁数也不小 他还是个孩子 你们俩咋成了朋友了 望眠交嘛 你是不是承包过公路上的工程啊 是啊 在公路段认识的 你不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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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不认识的 越来越来越未来 老長, 喝點水, 籌也沒有用 這債呀, 還得咱們替他還 可家裡, 村外也就是五萬塊錢 還差那麼多 只有去借了 要不早點把這個窟窿補上 恐怕要出大事 借, 上哪借啊 三五百的還好說 一上千就難了 更何況這是十萬塊錢呢 你找著你弟弟 算了, 當初他轉業的時候 我給他跑上跑下, 安排了個廠長 現在去找他, 又是忘報之邪 你去找他也沒有用 他們廠啊, 也快倒閉了 我倒想起一個人來 誰呀 可是 是 盧局長嗎 我是長河啊 哦 哦 長局長啊 找我什麼事啊 你到基層去以後還順利吧 不順利 很不順利啊 哎呀 這個基層啊 簡直是在嚇唬鬧 都是啊 靠送回扣來推銷產品 我正在整頓呢 啊 我就是隨便問問 再見啊 哎呀 你不是借錢嗎 說了一大堆廢話 我實在掌不開這個口 這麼丟人 丟人 丟人 丟人總比坐監獄強吧 你不好意思開口 我來說 我 呃 呃 威 廚局長 哎 老康啊 哎 對 是我 哎呀 我現在已經不是局長啦 是廠長 哎 我說老康啊 哎 剛才 廠局長是怎麼回事啊 電話打了半截就挂了 哎 他找我到底有什么事了 卢厂长 家里出了点事 急需要用钱 你要是手头宽裕 你看 厂局长这个人可真是的 我当时曾经给他一个卡 让他随用随取 现在还在我这儿呢 好 谢谢你 卢厂长 谢什么呀 不用谢 厂局长为我的事啊 跑上跑下 还给我提了半价 这事啊 我还得谢谢厂局长呢 不用客气 如果用卡的话 随时来拿 好好好 再见 也许大家还记得两个月前 也是在这家拍卖行 蓝天集团的总经理 汝璇女士呢 以年薪二十五万元 竟拍到了修身先生 那次成功的拍卖 开创了我国拍卖人才的先河 两个月以来 不少媒体对此事 进行了关注和报道 今天呢 蓝天集团邀请 三十一家新闻单位 进行集体采访 相信必将会引起 更强烈的社会反响 好 下面是大家提问时间 我是本市晚报记者马丁 请问卢总 年薪二十五万 是个非常令人羡慕的数字 你在竞拍之前 是否对修身先生非常了解 谢谢 拍卖行提供的 有修先生的资料 当然仅看资料是不够的 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拍卖本身 拍卖人才的创意 就价值二十五万 我是早报记者陆柳居 据说修先生 是孟府省长的女婿 确实吗 无可奉告 我请修先生回答 舒适 现在机关正在分流 不少企业都到机关去物色人选 他们为什么不到劳务市场与物色 而成群结队的瞄准了机关 原因很简单 机关干部有关系 企业青睐的是他们的人际关系 而不是干部自身 由此推论 我想提个问题 如果修先生不是孟府省长的女婿 而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或者他的父亲是烤白鼠的 或者是定皮鞋的 卢总你还会用年薪二十五万聘请修先生吗 社会关系可以改变 我请卢总回答 纯属巧合 据悉 在人才竞拍会之前 修先生就曾经成功地为蓝天集团的超级市场策划过开业仪式 影响很大 使那个剪彩的小女孩一时之间成为了新闻人物 这足以证明你对修先生是了解的 你们的接触很频繁 怎么能说是巧合呢 副省长的女婿不可以是人才吗 高级干嘛的子女有相当一部分是出类拔萃的 小布什不也当上了总统吗 请不要偷换概念 我的问题是 你竞拍的是副省长的女婿还是修先生本人 还用回答吗 修先生本人就坐在我旁边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坐在你旁边的是副省长的女婿 那是你的理解 你刚才提到小布什 他当初竞选美国总统得票率不低 我们不能排除老布什在任总统期间 所产生的光环对小布什的影响 副省长的光环也同样在照耀着修先生 你竞拍的是这个光环吗 无可奉告 好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老长 饭都做好了 吃饭去吧 你都别生气了 生气也得吃饭呢 爸 妈 看样子你们还没吃呢吧 正好我给你们带来好吃的了 你们可能吃过烤羊肉 也可能吃过烤乳猪 但肯定没吃过我这个烤乳羊 这烤乳羊和烤乳猪差别可就大了 这烤乳猪啊是天生长不大的猪 可这烤乳猪啊 可是从羊肚子里取出来的 首先啊得用火 微火 火还不能太旺 然后啊牵过来一只怀孕的母羊 用刀啊把它肚子割开 拿个盘子去 但不能割死啊 得一刀一刀地割 割一下啊 这母羊就一哆嗦 一哆嗦啊 它就一收腹 它这一收腹呢 这个胎儿就受到压缩 这个压缩的次数啊 它越多 这 跟谁说话呢 妈 这压缩的次数越多啊 这肉就变得越结实 然后啊 把这个肚皮 拉开一尺多长的时候啊 把这个羊羔取出来 放到火上烤 只烤的它是 妹妹直叫 直到把它烤死 肉就熟了 也可以吃了 这肉啊 嫩而韧 吃起来啊 特别有嚼头 妈 来一块 长宽 你过来一下 你先拿着 爸 你拿了墨镜里多少钱啊 没有 爸 你再说一句 你敢说你没打 你怎么打人啊 你个混蛋的东西 别吓了 长宽 伯母 开门哪 怎么回事 开门哪 开门哪 伯母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 你走开门儿 这边 好 你别打了 你别打了 襄宽 你别打了 娜娜 你快 啊 你别打了 翔宽 你别打了 我太起人了 他太起人了 你别打了 你别打了 我给你吹吹 我来给你擦擦 宽儿 你把这些钱 给墨经理拿去 把你打的所有的欠条 都收回来 以后 不准再跟他来往 听见没有 起来 瞧你的样子 站起来 现在就送去 大 你也太狠心了 常言道 虎毒还不吃子呢 你 你去找死里打我 谁让你是我儿子 下辈子多生个好人家吧 我死沾着你了 下辈子你还是我爹 走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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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要是你 我再说 你还要 我走 上下辈子 你走 咱小小姐 这位我先借过 它可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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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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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